兄弟们,今天我们去宾馆去放个料子 这个料子是一个南奇的料子 先不打灯啊,完全的已经看得到 其实它已经有点微微的漏肉感 上灯,哼,直接就炸了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妖怪料 因为它的藏口特性 南奇,我们给点斜光 能够明显的看到它这个芒,看到没有 而且是发黑的芒 上灯,哇,这一个质感非常好 其实这料子其实不管是开窗还是切 都可以啊,而且底色也很漂亮 那么像这一边呢,已经是完全的 已经看到它那种细腻度 以及荧光空度,看到没 肉质很细哦 对,这里就能看到它那种超级细的一个感觉 非常非常细腻 为什么能判定它肉细啊 因为它皮壳上就已经反现出来了 已经折射出了 就是皮细,是吧,杀细 那么则肉细,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杀粗,那大概率也这个肉粗 但是也没有绝对啊,是吧 这个料子呢,关键就是说完整啊 其实你要整个,这个不是列整 这个是南奇的那种黑蜡皮 还没有完全的脱落,有点蜡皮啊 整个料子可以说非常非常完整 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列文啊 那这一边是完全的 手镯位已经也看得到了啊 压灯是能够整一个对穿的 杀哥你可以把灯关一下,我们把灯一关一下 看着没有,这荧光宏度 是不是啊,对 感觉这种南奇雕像,特别是这种肉细的,皮很细的 经常开出来是那种 就很很怪啊,它有可能现在看出来是一点点底色 但是开出来那个色会很浓郁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妖怪,这个就是它妖怪的一个点 就是很奇怪有时候真的 很多那些那种天空蓝啊,钥子啊,真的皮刻上看不出来 所以说你看这料真的是全身丸子,你看这种棱角上看到没有 已经看到它的这种小脱纱的一个阴光感 以及这种地方,是吧,自然光一样微微的 发黑的一个,是吧,小状态 给一点灯光,这阴光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是大腕数收回来的啊 我们去放给那个宾馆的那个我姐啊 我姐,放给我姐去卖卖 咱非要不做,直接拿过去出 这次放的这个货呢,我没准备卖 是的,你没有听错啊 这块料子呢,我没有打算卖 而是用这一块翡翠啊,去试探今年的一个市场行情 观察市场的一个反应 近几年来啊,翡翠原始的价格一路飙升 很多玩家和商家啊,都铤而走险 希望能够在市场的高峰期抓住机翼,一举获得暴利 翡翠市场行情火爆,价格居高不下 大家呢,也在担心自己买的翡翠原始是否会贬值 作为翡翠从业人员啊 一定要精准的把控市场的能力 那我们直接的方法呢,就是用翡翠去打架 把货物放在中介去卖 一,是他们能有着一个极强的销售能力 二,是可以避免买家和卖家的一个直接接触 毕竟翡翠的圈子呢,并不大 中介的存在,可以把生意和人情分开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看多少 看多少 你哪一个我看的吗 昨天我买了一个改口料 是诚哥的吧 哪一个 墨西沙的想改口料 给我看一眼 绝对是诚哥 多少钱买的 原来是你买去的呀 你从那个两年那里买去的 你没看到我朋友今天发购吗 没看到 我是户主 我跟你说,那个家这年我都没卖 我被诚哥气死了 不是,你们本钱多少 到底 本钱好 咱就没赚钱出了白卡 真假 真的 昨天他打电话给诚哥 我就知道 对,他一直说诚哥 诚哥 你为什么就说 我还是不要 没有 这不好 我也给他开张 是吧 不给回来 不给姐姐开张 再给别人开张 嗯 他不知道 真的是 不是,你都不理我了 你都多了 还是肉吃多了 感情一呆了 你就硬的不屌 怎么会来的 哦 这能剪进去吗 这个可以吗 这个平衡用好 就没什么力 看看周围脱脱的 对啊 空路也在 你不会是要从别人那里买过来 和那里买过去的吧 没有 这样子 不是在冰官买的 我姐 这是我在一个老人家那里收的 老料子了 他放了很多年了 这种皮很少见了 对啊 这种这种难骑 我跟你讲 难骑出妖怪 我估计你放在这里 下午就能卖的料 这个叫肉丝 哎 哎 你这听口开的 我感觉我 昨天有点伤心 现在马上就要很开心 那里走了 哈哈 哈哈哈 亲脸 亲疼呀 钱呀 这个钱 黄金呀 现在还不是钱 我跟你讲 卖的才是钱 在我们周围脱的人的眼里 所有的石头都是钱 一边透 打透了 看到 姐姐戴了眼镜了 哈哈 好 你要卖断签吗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我觉得吗 这个断签它品相好 肉丝比较开心 肉肯定很细的 并细细 然后厂口也在 那知道吗 如果你想走得快一点吗 石出头 石出头 嗯 但是如果你想卖高一点 慢慢的那什么 就是日随有言人 日日有言人的话 就可以高一点 先放个食物吧 时间问题 放个食物 出家了 放了 对啊 给家庭店打电话的吗 嗯 不对 石出头 反正过时就可以打电话了 啊 那个石人内就不用打了 啊 石以内尽量别打 我很忙的 那这个料子 大家觉得市场最高 能够给到多少钱 欢迎打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